她的发型和眉毛 眉毛是必须要修的 对,必须要修眉毛 然后发型的话是一定要竖起来 就是要涂摩丝才会显得一个人力整 但如果她上班的时候 比如说短发她没有涂摩丝的话 就像洗完澡以后塌塌的 那如果是你是上班的话 一定要让她有一个型在那里才显得精神 我觉得这是她们的特点 然后衣服的话 其实偏保守和朴素 不是黑的就是很深蓝 就这么两种 不太像韩剧里面那些大叔大哥 就是有时候会看到粉色西装 粉色裤子或粉色衬衣这种东西 对,那日本穿还蛮少见的 日本会觉得你穿那样很浮夸 对对对 中国也很少见吧 像中国上班现在还是白衬衫为主 你像穿蓝衬衫的一般都是公公职人员 现在表配是蓝衬衫 像基本上的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